中文系 对 可是我真正的兴趣来说 我是比较偏向于中文系 社会工作系 只是想想 工作还是比较重要 如果大学毕业之后的话 如果说工程科系的话 回来的话 一般上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那当时有没有参加 比如说刘台莲总 我并没有直接参加 不过我偶尔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 那时候我参加的是 有大马同学会 大马同学会 像我东海大学里面 有大马同学会 所以我有偶尔 大马同学会有活动的话 我们会参与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是 乔联 就是乔生联与会 是 是有时候每一年 它有一些活动这样子的 我们都会去参与一下 那这些活动其实都有一个 比如说大哥哥或大姐姐 是 带领政理 都有 我们都会有一些 直属学长姐 对啊 直接带我们的 我记得我记忆最深刻的 我刚到东海大学 报到的那一天 是 我那时候出门 我们学生出门 都带着很大的一个行李 我记得好像是 三十几寸的 那些红红的大皮箱 很大很重 OK 就像我从台北下到台中之后的话 就一到东海的话 就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学长 一个马来西亚乔中一个学长 比我大一年的 他个子很短很壮 是 他那个大皮箱 我想最少有三十公斤 他一把就卡在这边 走在我前面带着我走了 是啊 那我那印象到现在 我还是很深刻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学生 一般上去到台湾来说的话 很多情况之下的话 都会受到那边的学长姐 他们很细心的照顾 是 从你报道 一直到你离开 那时候需要服兵役吗 没有 我们一般上去到的话 我们是没有服兵役 不过说在四年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你选一个暑假 对 去到我们家的讲习会 那个算是一个 就有点像我们这种 国民服务营的样子 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月的 在里面的话 就给你 好像说参加一些课程 再不然就是给你锻炼一下体能 那个不错的 你去一般上像我们穷学生 平时在学校里面吃的不怎么样子 去到那边的话 好吃好住还有零用钱花 真的 那不错的 就一个月的站位好像是在天堂一样 第一年来说的话 对周遭环境不适应 然后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那份工作是 从事工业的一个系统的推销工作 所以英语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 只是刚开始我们回来 因为在台湾我们一般上比较少用到英语 所以刚开始会比较不适应 不过一段时间之后来也没有问题 像我目前来说 我工作上来说 我使用的大部分还是以英语为重 是是是 那什么时候开始创业 我是1994年 94年 1994年是 有自己的这一个公司 对 就是目前这家公司 目前这家公司 对 那时候我创业的时候是 应该是32岁吧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第一家公司我大概是工作了一年左右 是 我离开那家公司到另外一家公司之后 工作了接近9年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9年之后的话 应该32岁的话 这时候应该还可以出来把拼一下 即使说不成功的话 那我工作四个一两三年 35岁回去打工应该还来得及 是 谢谢 感谢观看